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今天终于的这个旅程完成了 那么现在要回酒店休息 这间就是我的房间咯 今天真的有一点累 好 我看到床我就很想睡 可是闲人免禁啊 因为明天要很早醒来 所以不要再打扰我了 拜拜 要了解当地人的这个人文风情呢 主要呢就是一定要来到他们的这个巴沙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冰城呢 这里最繁华的这个巴沙 来捕捉一下冰城人呢 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做些什么的呢 冰城到现在都还保留着一些比较传统的文化习俗 像道地的手工薄饼皮 传统理发店 人工印章 还有的就是祈求平安的香 好的 现在终于来到了我们这个 形形色色游冰岛的最后一站 那么做完了这个香之后呢 我们也拿到这个祈求和家平安 要回吉隆坡了